大家好 欢迎收看七郎房车讲节 今天我带来一款五中门的车型 这辆车 它也是联用车 你可以当做旅行车 也可以当做商务家带的 你看这辆车一个板材是特别好看 比较高端的嘛 像那种讨论的那种感觉 五中门的车型 它的优势是什么 说是有四座对卡回客厅 在这去办公 喝茶聊天 娱乐 或者是商量事情 去谈个生意 也是不有面子的 它也是可以拼成一张床的 拼成床的话就向外去抽拉 咱这边是有这个小桌板 可以把它给放平 这样是可以达到1米1宽度 长度是在1米9 可以睡下两个人是没有问题的 快车式的小桌板 台面有800瓦的电磁路 咱可以拿到外部去涮个火拨也是可以的 后方这张床尺寸是在1米35乘以1米9左右 同样啊 在睡下两个人也是没有问题的 上方这一排都是一个储物空间 放你的一些生活杂物 这边卫生间啊 采用的是4.0的板门 当咱洗澡的时候可以向外去抽拉 可以轻松得到一个80公分乘以90公分的内部空间 这样的下一个人洗澡是没有问题的 那咱住车的情况下也可以把它给封闭起来的 它是两个轨道的 咱先看里面不能像的 有带着那个换线 高清镜子 折叠式的吸收盆 还有下方布定式的旋转马桶 当如果咱不使用的时候 咱还可以把它给隐藏起来 中间还有个波道 两边再去对拉一下 波道依旧给你保留了 每关系会更好看一点的 上方还是到24辅中央碰条 那冬天的时候就是尾巴速冻水内一体积 让你24小时有热水 有暖风的 无中门的车型 还有个优势 说这个中门区域全都是你个厨房的 下方有格兰式17升的微波炉 以及佛罗斯特102升的电冰箱 上农冻下农藏的 台面有 一个不锈钢的洗菜池 高脚的一个水龙头 如果您还想要一个微波炉的 可以在这帮再给你加一个 这边双重压克力板外推装 下拉式隐私了 上拉式防御脸 走两边都是可以放到的进行 进行一个通风换气的 来咱再看一个驾驶舱 驾驶舱 有多功能的防御盘 定速巡航 触碰大屏 车帘网 到车印象 到车印象 这些都是有的 是一个6AT的 法国帮气变速箱 比较丝滑的 而且是后驱双胎的 让你在行车方程中会更加稳当的 他的一个车长在5米94 车翻在2米11 高度是在2米75 限高的话是在2米9 内高 刚刚你们也看到了 是可以达到1米93的 所以说可以让你凹手停车去做男人的 外观总的来说也是比较好看的 八方来他一个进气格兰山 麦克萨斯的英文标 是不是 这是他一个前脸 那车身侧面 白色跟 黑色来一个同侧感 会显得这辆车不是那么闷 不像一个乡货车 上方有2.5米乘以3米的遮阳棚 以及LED的坏灯的 后一波的话有一个抽拉式的彩虹 作为油烟波大 咱就在外部去做 依旧是有洗菜池的 折叠式一个洗菜池 下方就是木浴花色一个快接口了 咱把这个抽拉出来 在这进行烹饪爆炒就可以了 后尾部 上方有高位的倒车影像 以及下方两个双层亚克力的外推窗的 你想要加装自应车架的话也是可以的 喜欢起行的朋友 咱可以去加装的 打开后尾门 大航床的优势 在于后备箱比较大 床箱下方都是他一个触碰间 一屋两用的小桌板 行车的时候他是一个背门 住车的时候你把它给拿下来 他的桌体是可以进行折叠的 这样你不用买小桌板了 是不是 还解约了你的碰间问题 非常平整的一个面 在这去吃饭和聊天也是可以的 下方这个抽空间 你自己看 塞六七个密码箱 塞两三个瓦是绰绰有余的 当咱去取东西的时候 防止他这个后面来的一阵风走去摇晃 你说这门挺大的 打在你身上挺疼的 最后全系 后方还有这个封钩 咱取东西的时候 记得把这个封钩给挂上 好吧 这样吃 如果你们喜欢 可以点击评论区 如果留言 我会给你们报个价钱 再见